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央行如果要守住台币的汇率的话 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美国联准会升其升多少 我们就升其升多少 那这样子一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会造成呢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问答专栏 你提问题我做回答 有同学问到 台湾央行不守台币的汇率吗 最主要原因是 美国联准会呢 是不断的在升息 到现在为止 他们升息的码数已经到了14码 升息的幅度这么大 资金就紧缩 所以美元就开始往上 全世界的资金呢 有个套汇的空间 这些的资金呢 开始涌入美元 又吸引了更多资金进来 造成美元是用奔出的走势 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央行如果要守住台币的汇率的话 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美国联准会升其升多少 我们就升其升多少 那这样子一来 会造成呢 我们的通膨会降低了 股市呢恐怕守不住 因为呢 我们如果也是跟美国一样 采取一个暴力式的升息的话 我们台湾的资金会大幅度的减少 对于股市来讲 就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伤害 如果以全面的考量来说的话 当我们升息的幅度 变得非常大的时候 会冲击到了我们的经济景气 因为呢 这些企业界要贷款的话 利率会变得非常高 表示成本就增加了 对外的竞争率就降低了 如果说台币一直升值 一直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个走势的话 相对于国际贸易市场上 跟我们竞争的 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我们的币值变得非常高的时候 我们在外销市场上 竞争就会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 那我们台湾呢 本来就是一个外销导向的国家 所以呢 当我们的外销市场开始萎缩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景气当然衰退的更厉害 我们的央行呢 他必须要整体的考量 所以呢 是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措施 等于算是部分的守住我们台币的汇率 广泛的讲应该是央行的 他守住了我们台湾的经济景气 第二个问题呢 如果央行第四季不升息 美国基准利率还要继续调升的话 台币不就贬到歪头了吗 对 可是呢 美国联转会会继续升息 可是美元会不会呢 再继续的喷出呢 不一定哦 因为美元指数 它是一个相对论 如果全世界其他国家会 东东的大幅度的贬值 那它会相对的强劲升息 美国的联转会呢 他们开始升息是一码 然后变成两码 再来三码 这样子缓步的开始升息 欧洲央行不一样 一进来就是三码 再三码 英国呢 他们在9月的时候 也是升息三码 所以他们现在在急起直追啊 英镑呢 跟欧元 当他们强势的时候 相对来讲 美元的升值的幅度呢 就会比较小 升值的速度呢 也会比较减缓一些 所以呢 到了第四季 如果说央行不升息的话 台币呢 还会呢 相对的贬值 可是呢 贬值的幅度 就不见得会像之前那么大 因为美元升值的幅度呢 大概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可是呢 有个问题就出来了 当你升息的幅度 太猛烈的时候 对你的经济景气 一定会造成冲击 这个也是我们央行 不愿意呢 大幅度升息的原因之一 可是现在呢 欧洲央行变成 它不得不大幅度的升息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预见得到 在明年呢 欧洲通膨的问题呢 或许会比较能够受到压抑了 还有一个问题 欧赛风暴 有可能会爆发 欧洲的经济影期一定衰退 衰退的程度到底会有多少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而且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公开的讲一下 下一次黑天鹅 一定会从欧洲起飞 第三个问题呢 之后我有个问题 我一直有疑问 我们不敢升息 台湾泡沫会不会越来越大 房价会一直涨 会不会像以前一样 日本的经济泡沫方式 美国升息可以顺带把泡沫戳破 而台湾不敢用力戳 会不会导致呢 过几年大家经济起来 我们会不会还在冰压窜 如果全球的经济景气 包括我们台湾 也开始衰退的话 大家赚的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 甚至于失业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买房子的就会越来越少 按照我的经验 我从来没有看到 经济景气在下行的过程之中 房价还在涨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担心 至于说美国升息呢 它可以把泡沫戳破掉 可是台湾升息呢 当然也会把泡沫戳破掉 问题来了 美国呢 他们的身家够厚 当他们紧缩资金的时候 美元一直在升值 全世界的资金通通往美国跑 看起来是在缩减资金 事实上呢 它没有缩减到 因为它把它自己国内的资金 缩减了以后 全世界资金都跑来填补了这个坑 台湾如果紧缩资金的话 那就是真的紧缩资金了 我们不可能升得过美国的 所以现在这个方式 我认为是对的 然后呢 美国石油库存量不够了 到时候会不会要买石油 油价上涨 通膨不会加剧吗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影响不大 可是美国以外的 其他的国家来讲 影响非常的大 简单讲 我今天战备石油不够了 我开始买石油 油价上涨 可是呢 全世界的石油 都是以美元计价 美元升值到现在升值多少 包括27% 美国人用美元来买石油的话 我今天石油涨10% 我就是多花了10%的钱 去买石油 可是呢 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 当你的汇率呢 是贬值了20%的话 那么石油涨价10% 对你来讲 不是只有涨10%而已 对美国以外的 其他国家来讲 会造成通膨 对美国来讲还好 他会不会帮我们考虑 不会 这样有问到一个问题 限空力好像是1998年 那个时候呢 谁发明的吧 什么平盘之下不得放空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 开放涨跌幅限制 让它一次跌到底 台湾的限空令呢 是民国87年11月开始的 以前从来没有过 那为什么会有限空令呢 因为呢 之前韩国呢 在1987年的时候破产了 因为呢 亚洲金融风暴 所以他们的股市呢 无限量崩跌 韩国人没有办法 限空令不准放空 借券放空都不准 那到了1998年呢 轮到我们台湾的股市开始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学人家 我们来禁止放空 那我们不是全面的禁止放空哦 平盘之上才可以放空 平盘之下不准放空 当时呢 这一些的上市公司啦 永远是停留在平盘之下 拼命的出股票 散户呢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股价一直跌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带会员 开盘前我们就挂6档股票 挂平盘 我就不相信了 都空不到 结果呢 挂了一个月 6档股票全部都空到了 百密必有一书嘛 空到了以后呢 5档股票开始无量跌停 为什么会开始无量跌停 因为呢 这些公司拍啦 这些的主力大户呢 都已经股票出光了 就放手让你跌了 根本就不用开放涨跌幅的现实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反对 限空令的原因 因为你不准散户呢 用放空来做避险的工具 来做赚钱的工具的话 散户就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了 其实呢 要去限空 这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空投是多头最好的朋友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行 联种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呢 已经开始下降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呢 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现在通膨的回击 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减足了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师林永年 不藏私 投资新把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采经频道 川耀廷和您 一千同行 全球政经中报 二月中榜登场 知名经济学家 留美学者 国内智库专家 对您聚焦 全球大事 这一次跟避险基金对作 所以让他们大赔 关注美中台关系 大陆的军事力量 要开始突破美国的封锁 地方或是民众不同意 美猪或莱猪的进口 其实是增加了政府的谈判筹码 掌握世界整理经济趋势 我比较担心的是 大陆跟美国 他们所采取的两个政策 就先要处理日本 核实的问题 对吧 你核实不处理的话 日本绝对不会 把同意要跟我们谈 美中六日晚上六点 正式上线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费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